30天之内第二次加息 澳联储开始搞事情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突发新闻 我们知道澳联储在今年的5月 是正式开始了加息之路 但是在短短30天之后 在今天也就是6月第一周 周二的下午两礼拜 澳联储正式宣布再次加息 并且这一次提高了加息幅度 高达了0.5% 超过市场预期的0.4% 那么对此 这个市场大部分的分析师 包括银行的一些专家都认为 这个仅仅只是开始 在两次加息之后 澳联储目前的标准澳元利率 是达到了0.85% 看上去连续的两次加息 让大家心里面是胆战心惊 实际上这距离目标的中间价是多少 大约是2.5% 依然有大约是1.65%的距离 换句话说 从现在开始到2023年年底 澳联储很有可能还有至少4次到6次不等的加息 预计在明年年底之前 澳元的官方标准利息将会升至2.5% 为什么会这么高 因为现在的通货膨胀高达了5%以上 如果按理说通货膨胀是和银行利息是同步的话 那么现在从书本知识来看 或许要加到4%甚至于5% 才能够压住通胀 但毫无疑问 这样的利息太高了 这个房地产市场和整个信贷市场都会崩溃 所以就算是连续加息 也不可能一下子达到5%这么高 因此澳联储目前的目标 就是在明年的年底之前 达到澳元2.5%的官方报价 那么如果是澳联储达到2.5% 对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 我们的房贷利率再加上三个左右的利息点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5.5% 多的可能会接近于6% 毫无疑问 这样一来对于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 特别是住房市场来说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年底 正式达到2.5%之前 都会进入一个下跌通道 当然了 我也不能百分之百决定 但是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 利息不断上涨 而且是大幅不断上涨的情况之下 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一直是一个强力的反向作用 我们会在未来的一至两周之内 给大家分析 以及推出各类在连续不断加息情况下 我们投资者的应对方式 欢迎您随时关注我们的频道 以及联系我们的分析师 获取更多信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